大家好 我是Ronnie 我来分享一下这三四个月来的联署历程 为什么会有这个过程呢 主要是今年4月17号的时候 我就是因为临时小学校 有去东吴大学开一个公民科技相关的课程 我有在那边分享政治献金 就是想透过GNV做政治献金的过程 就让大家认识到 一来是GNV怎么协作专案的 二来是也想告诉大学生们 就是政治献金这个议题的重要性 以及看到什么需要被改进的 那其中有一段就在同一面 真的是本来在4月的时候上课的同一面就写说 台湾的公布数太慢了 因为我们的政治献金法规定 要选后9个月才会公开资料 所以那个时候4月上课的时候 去年11月26号选举的资料都还没有公开上 那一直到上个月7月底才公开上 所以就是我们政治献金 这样子根本没有让民间可以有监督 那5月10号的时候 发生了新复发的那个掉背掉落 当成十字一伤 然后这时候就是有人发现到说 其实新复发就是政治献金的大户 他捐蓝绿都捐 而且捐很多钱 他是排第二年 那我就想说 那新复发这个头那么黑 我是不是有机会可以蹭一下 就是跟政签连接一下 然后而且90%以上的就引提案 都是一提案后大概两三天就会上架 所以我觉得有机会就是趁现在经文热度 我赶快上架 然后可能马上可以凑到5000人 就可以把内生目逼出来 然后所以至少一周可能会来个1000人 所以我5月11号 就5月10号发生新复发 5月11号我就赶快送出提案了 然后就引平台的规定 他只要减了要以三个工作天审核为原则 所以我想说三个工作天审核 应该一个礼拜内是有机会的 结果没想到过了三天还没有过 我被这张塔罗了 然后我就一直看 而且一直看到 比我后面晚提案的提案都一直过了 但我的提案就是没过 然后结果另外有另外的规则是说 假如说那个平台觉得有疑虑 就是佛法会觉得有疑虑 他可以跟全责机关去做确认 然后全责机关在10个工作天内确认 结果我等了9个工作天审被退回了 就是内政部说这东西涉及监察院 所以不是就你能管的 那我就觉得很不爽啊 你就是拖我那么久 然后你竟然用一个这么烂的理由 所以我在5月25号的时候 我就怒送第二次提案 下面我就多强调说 这东西明明就是内政部复诊 你为什么用什么监察院来读回 结果这一次过了16个工作天才通过审核 然后就完全不知道 他们本来的规矩是怎么定的 然后所以本来5月10号发生的事情 我到6月21号才送出提案 那都过了40天 幸福发已经没得秤了 那时候已经没有任何热度了 那我还能秤什么呢 那我分享一下 这60天到底我秤了些什么 那首先先来一张图就是 总共需要5000人 那最后我凑到1500人的联署 然后这是那个联署的线图 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有两条高峰 那么首先前三天的时候 这三天我觉得应该都是我朋友圈 或军影圈 就是我们在FB啊 之类的上面宣传所来的人 所以第一波是懒之这些 然后再来是6月25号的时候 志祺希有一则影片是 台湾房价会狂展30年 然后这是一个24分钟长的影片 那我就在下面秤了一下留言就说 为什么台湾房价一直涨呢 就是因为我的政治现金 有大部分都是还是建商 然后建商操动了那个蓝绿政客 但是大家无法在选前监督 所以请大家就是Google搜寻 政治现金一在选前就要公开 结果这一则引起蛮多回响的 就是很多的志祺希希的观众 就是看到这个段下面写 支持支持的点 有700多人按赞 然后很多人就会去Google找这个字 因为YouTube的留言 不能放留言 不能放连结 所以大部分人都是去Google 中文区的字 然后再进去联署的 所以是因为这样子 还抽到400多人来的 我会觉得其实这题 真的蛮能激发大家的愤怒 然后大家带个400多人 然后在7月7号的时候 我跟龚都盟一起开个记者会 但是其实数字没有明显的变化 所以看起来这种记者会效果 对 然后7月15号的时候 我去GDP本专贴 那这个效果不错 然后这边也分享一下 FB的曝光数字 然后再来同样的是7月15号 因为我有去那个 居住正义游行 那时候我犹豫我到底要不要去 因为我就觉得那游行 到底是不是 就是正客要秤或怎么样 但我后来在奥尔史游去啊 然后奥尔史尼斯 我一直很欣赏的NG 我觉得其实这还算 就是可以往这一里打 所以我就自己做一块看板 然后就把它带去那边 然后 然后为了方便推广 所以我还做个link tree 让大家更容易看到说 欸 连鼠王子在拿 然后给7月有钱的朋友一封信 就是想让大家更容易得到相关的资讯 然后在游行现场我就拿去的牌子 然后一直念着说 我们现在正式 我那边表演怎么念 我们现在正式先进行 要选后9月才能看到 然后我们要选后9月才能知道 哪些政客哪个建商的钱 对 我就一直喊 一直喊 所以刚好我在擅长的地方 所以其实大家擅长都会经过那 所以其实蛮多人看到 很多人都会拿手机很快 所以其实效果还不错 就是有那一天大概有700多个 就是那QR Code有700多个人点进去 而且又有400多个人有点进去 点进去那个就是连署连结 然后但是其实现场 连署效果不是很好 因为就是游行现场 网路就是卖嘛 所以很多人就在找了 他其实也固定能连上 然后在旧人平台 比较严格 他需要手机 门号跟email双认证 所以现场很多长辈其实很想要连署 但是他们都卡在那个双认证 都没成功 然后另外就是其实那个游行 好像可以提早一天说 我想要上台去唱音 但我不知道 但是我要是知道的话 我要是上台说明 那天又凑到三四千人 就没有错过了 对 不过后来很多不同的本专 都有在上播 就是有拍到现场照片 然后就是一直在说 很支持这个议题 所以其实我不知道那一波 到底G0V带的比较多 还是就是这个代表 因为刚好在同一天 所以其实就是两个叠加在一起 那后来那时候 哲伟也想要考虑说我们发FV广告 然后那时候我们一决定要动出广告 结果他说被判定为政治广告 然后政治广告必须要额外验证 但是额外验证 我们一直都过不了 因为还要手机验证 所以那个FV广告就没有发到 那我自己在PVT也贴了几篇文 但是效果也都不是很好 因为我可能没有那么擅长八华版的那个 对 然后另外我还花钱 花了几万元 上法白录了一集 podcast 对 但是这一集是太晚上了 就是已经是最后只剩带来一个礼拜 左右 对所以这一集的效果 我就会实际上带来就是联署的几乎没有什么效果 然后再来就是感谢很多朋友像Emmos 宜君 哲伟 Peter 张明忠 C.O.G.O.David 都有参与 所以我们每个礼拜四都有开一个战略会议 所以说我们最近能做什么事 能够去找哪一些粉专帮忙 然后对我们在频道里面供礼都有留会议记录 然后也很谢谢像行动三藏花 台南新衣 热草民 武功都盟 也都有帮忙分享转传 那还有做什么事呢 我自己有在Google Earth的订阅政治现金的行为 就是想说只要有即时的跟正线有关的东西 我看人家就赶快来撑一波 然后以及我自己也会去脸书去搜寻 有没有正线相关的提供 然后有的我就下去留言说 对不对这太过分了 所以我们能够选钱用光复的话 我们这件事情不就可以被避免了 肯定有撑到一些 所以假如能重来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做呢 那我觉得如果本来这议题涉及到一些 那种很紧密的利益团体 不能说利益团体 就团体的利益 我觉得可能那团体的宣传就很有效用 例如说像最近过一个 验光师正确应益 或者是记账师证明 这两个其实别属量都非常多远 超过5000人 那他们可能就是 他们只要在群组内上 或者拉得很认同 只要还不需要再做额外宣传 那另外一个我觉得蛮值得参考 就是在有一个黄牛 黄牛的那个实名制 所以他想要购掉实名制的 我觉得他们蛮认真的做 做那个就是他们的网站 然后做宣传 然后他们也有很多的 比如说他的网站时程啊 也有很多相关资讯 我觉得这个蛮值得参考 以后假如要做类似提案的话 可以做这样的事 那我会觉得说 我们之前安排每个礼拜 四晚上的工作会议 其实是比较中散的 就是大家可能是志工性质 然后任领工作 但我觉得假如真的要 让一个提案能成的话 可能需要比较紧密的工作效果 就是大家可能真的要 放很多心力在这个地方 才有机会让这东西散播出去 然后我觉得也可能很需要 病毒性行销 但可惜我们团队内比较没有 就行销点源自主点的能力也很重要 对 然后我觉得时机也很重要 就是 像假如最近这一两个礼拜 真的现在一直炒到热道班 尤其绿电的 像你们都说国民党有拿 民营党有拿 谁都有拿 那这个后来秤 说不定有机会秤到两三线人 但是可惜时间过了 然后我也不知道 还有什么心得可以讲 所以我们就说完所以吧 好 谢谢